今天天氣這麼好 一於和大家來馬灣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我們首先會去土耳其咖啡吃特色食材 再到處逛逛大家的景色 Let's go 第一站來到熱沙咖啡 餐廳由香港人妻Grace 和她的土耳其丈夫主理 至今已經是第十一個年頭 近半年就搬入了馬灣這個新鋪位 咖啡的裝修和設計都貫徹土耳其風格 店內有不少土耳其馬賽克燈 民族圖案的桌布、杯碟和擺設 最Signature的就是這幅人手畫的伊斯坦堡 周圍都滲透土耳其的氣色 外面還有貓店主坐鎮 在這個充滿異國風情的環境 當然要大家拍照 餐廳的菜式都很有特色 這個芝麻圈可以說是土耳其的國民麵包 在街邊的攤販經常都會看到它的身影 充滿著芝麻香氣 口感香脆煙韌 還可以配上不同的醬汁來吃 主菜就叫了餐廳的招牌烤雞和蒜香牛扒 來院已經聞到很香了 手工特飲都不信息 這杯用上土耳其茶葉和咖啡避製的 鴛鴦雪條配咖啡 當然要上機吃 這裏的咖啡師會把咖啡糊放在熱沙裏 透過高溫的熱沙來煮咖啡 來回幾個圈煮滾就完成了 一場來到等我都親手泡製一杯熱沙咖啡 店內還有一些馬賽克擺設給客人選購 如果想親手做都可以參加他們的DIY工作坊 下一站我們去到石仔灣魚排看看風景 沿途會見到馬灣漁民村屋 再經過樹蔭小路走 大約10分鐘就到 石仔灣碼頭鄰近馬灣魚類養殖區 岸邊擺放著一連串的魚排和木橋 不過遲些碼頭亦都會被拆卸和重建 今次可能是最後一次可以坐在木橋上看日落 馬灣公園二期計劃處於發展階段 馬灣舊村已經逐步清拆進行保育和翻身 昔日的魚村面貌不再 尚餘凋零的舊屋未被拆卸 唯有用相機將一切記下 說明打卡遊當然要去馬灣東灣泳灘看夜景 這個熱門的打卡勝地 可以飽覽青馬大橋和丁九橋一帶的景色 晚上的時候燈光閃爍 坐在這裡吹海風真是好浪漫